而北市府也将在今天下午举办二二八的纪念会 台北市长蒋万安跟前总统马英九都会出席 不过独派团体台湾国家联盟拒绝跟蒋家后代同台 已经表态拒绝合办 将要自行在自由广场来举办活动 而无法取得受难者家属的谅解 蒋万安是否会亲自道歉来展现诚意 他上午跑行程时面对相关提问 只说了谢谢没有多做回应 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台北市长举办市中运 市长蒋万安精神喊话 还亲切的依依问候关心 尤其看到接触国中跟建中 自己的学弟妹特别开心 二二八这天蒋万安形成满档 尤其下午重头戏二二八纪念会 更是各界关注焦点 台湾国家联盟已经表态 不跟二二八元凶后代同框 将在自由广场自行举办活动 蒋万荣基金会则将延续他的 二二八平反运动 以全黑服装上劫游行 他必须诚实说出来 他的副祖辈曾经做了什么事 他如果认为他的祖先是对的 他要承受他的最后 他要变成共犯 呼吁蒋市长坦然面对 从拆除威权象征做起 虽然日前蒋万在文化局安排下 已经两度跟受难者家属见过面 却无法取得所有人的谅解 这家议员则呼吁蒋万安 就算被呛被吐口水 也必须好好处理这门功课 找马英九来分散他姓蒋的注意力吧 请蒋万安不要再闪躲了 该道歉该面对的一定要做 实际的作为才能真正表达 对二二八事件的一种关心 今天参加市中运 小心小心 谢谢大家 不管怎么问都是一贯谢谢 低调必谈 蒋万安面对二二八这项历史课题 恐怕很难 轻松果冠 接下来我们摇曳 大家听不懂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